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彻底击垮 纷纷下马丢下战刀涌到河边一起跪倒在地 哇哇啦啦的嘶声哭喊着 黑色铁漆围拢了 带血的战刀丛林般悬在他们的头顶 满身鲜血的车鹰颤抖了 左树长 放了 放了他们 黑色大盗旗下 左树长迎前的左臂鼓鼓流血 右手提着第三把带血肠剑 面色凝厉大喊 他们都是狼 狼 看下美人右臂左脚 爬回去 火把下 黑色铁骑裂成一条长长的用刀 万鱼戎骑士徒步缓缓进入 铁骑用刀 每过一刻便有一道闪亮的剑光 一声凄厉的丝毫 当月亮爬上山头时 桃河峡谷外的山源上到处蠕动着 断臂残肢的血人 到处弥漫着绝望痛苦的嘶吼 连虎狼野兽都远远地躲开了这道恐怖的峡谷 灭顶之灾慢慢挺了过来 秦孝公稍稍松了一口气 一连串的事情都发生在几个月之间 公子昂做了魏国丞相 对薛国聚上一元大开方便之门 非但特许其将购买于洛阳王室的老旧兵器 经韩谷关运入秦国高价牟利 且将魏国囤积的过时兵器和战车 也全数卖给了一元 特许自由处置 只有铸铁和生严两项 遭到了上将军庞娟的强烈反对 公子昂只有作罢 当洛阳安逸的老旧兵器运送过境后一个月 一元再次回到了安逸 向公子昂奉上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 公子昂十分的满意 又从丞相府拨出两万斤交给一元 委托他从殷山草原 给魏国购买两万匹粮马 进入秋季之后 韩 赵 楚 燕 都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大小不同的内乱 一时无暇过问六国分勤 这时从殷山购买两马的一元 陆续赶着马群 从秦国经过 给秦国疑似留下了五千匹雄骏的战马 两个月之内 左树长迎钱从一元手中买得的战马 达两万匹之多 岳阳城大大忙碌了一阵 到冬日第一场大雪来临的时候 才稍稍平静下来 假冒薛国大商一元的井坚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 秘密回到了岳阳 秦孝公和左树长迎钱 隆重设宴为井坚接风 席间 三人说到夏天的危机 魏国的腐败 洛阳王室的摔腿 都不胜感慨 秦孝公三次向迎钱和井坚敬酒 激情包扬了两人化解秦国灭顶之灾的莫大功劳 又当场任井坚为内使 这是个一文一武的职位 执掌都城岳阳的防卫民治 是中等级别的重臣 正是唐君臣散去 已经三更天了 大雪依旧纷纷扬扬 秦孝公在廊下 看着漫天大雪 寒风呼啸 心中一动 回身取下长剑 披上黑色斗篷 大步向国府外走去 黑伯看在眼里 远远跟随在后面踏雪竹宫 城中街巷 雪陷怀骨 秦孝公踏雪走向城墙 走进瓮城 逐一查看了士族军帐 才走出瓮城 黑伯注意到 军上并没有原路返回 却拐进了一条小巷 军上莫非要去看望老石宫白驼 秦孝公刚刚走进巷口帐序 突然停步 贴身于一家门口的石柱后 黑伯远远地看见 小巷身处一个黑影 飞上墙头 疏忽不见了踪迹 黑伯久经沧桑 不急于跟进 手在巷口不动 对六国剑人 在岳阳的诸班活动 秦孝公警觉性极高 目下此人绝非岳阳国人 他从隐身处闪出 来到那家墙下 利落爬上了屋脊 扶身向院中查看 庭院正房 灯火明亮 窗帘白布上 映出一个长发长须者 正在翻动一本大书 窗下扶着一条黑影 显然正在倾听着室内的动静 突然窗下黑影窜起 一口短剑飞向窗内 窗内读书人身形未动 手中一只大笔一摆 传出清脆的铜铁交击声 那只短剑飞出窗外 没入雪地之中 黑衣人一击不中 从院中跃上屋脊要逃 秦孝公没有犹豫 站起身 剑翘平推而出 黑衣人惊呼一声 一个亮枪跌入院内 秦孝公浮身屋顶 想看看这主人如何处置 屋内读书人听见声音 开门而出 背着灯光立于廊下笑道 道不同 不相为谋罢了 学派之间杀人结书 岂非一笑天下 屋顶高市 请勿拦阻 让这位去了 跌坐雪地的黑衣人 深深一躬 飞身上墙 疏忽消失于雪叶之中 读书人拱手笑道 雪叶客来不胜荣幸 敢请贵人光临寒舍一叙 屋顶秦孝公略一私存 跳下墙头 落入院中雪地 廊下读书人 伸手做礼道 贵客请入内续谈 秦孝公拱手 如此多谢 抖抖雪花进入屋内 屋内不算宽大 温暖整洁 客人被领进了木墙隔断的内间 明亮灯光下 一间不大的书房 三面竹简木架 四壁俱白 没有任何事物 中间一张本色木案 一支燃着粗大木炭的红亮辽炉 设在长大的木案旁 那本大书刚刚合上 从粗黑程度看 显然是一本抄写在羊皮上的书 书皮上三个拳头大的字 鬼谷子 书旁一支两尺余长的大笔 罕见的青铜笔管 若非短剑刺破的窗布透进嗖嗖寒风 小小书房客真是温暖如春 秦孝公想不到 书房主人竟是一位白发白须 白眉高耸的老人 身着白马布衣 高挑瘦血 明亮幽深的目光 渗出一种清奇绝朔的神韵 秦孝公不禁深深义功 啊 雪叶唐突 赶请前辈见谅 雪叶客来 雍庐巨坛 啊 家境也 公子请坐 大父 方才有事 随着声音 一个白衣少女 飘然走进书房 不速之客造访 这位公子帮忙 请走了 白衣少女 世子一样拱手道 多谢公子救急 秦孝公忙拱手回道 啊 不敢当 前辈原是无事 我当做盗贼了 公子 这是老夫孙女 名唤玄奇 孙儿 见过公子 玄奇再度拱手道 玄奇见过公子 敢问公子 高明上姓 孝公正欲开口 自觉不妥 又打住了 正在此时 老人爽朗笑道 嘿嘿 不期而遇俊杰 此乃天赐 何须知名啊 玄奇 上茶 公子稍后 玄奇当即在火盆上架起 桃罐煮水 同时利落地收拾桃壶 桃杯 孝公恭敬道 方才前辈令强敌 知难而退 堪称世外高人 后生不期得见前辈 兴慎之志啊 啊 公子 没有讲了 老夫得欲公子 大约天意也 啊 前辈高人 果真相信 天道 天意 天道 玄远 人道 直观 天道为本 人道 为末 宣执本末 自有 官通也 哦 前辈操 道家之学 孝公的目光 转向羊皮大叔 老人爽朗 大笑 这时 火盆桃罐中的茶水 已经煮沸 选起轻柔快捷地 将浓艳的茶水 蒸好两只桃碗 分至二人面前 老人举碗笑道 血液客来 淡茶做酒 雍如亲坦 快哉快哉 校公举碗笑答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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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 德育 高人 快哉 快哉 掀起一边 补窗户 一边添加木炭 煮茶 针茶 还倾听谈话 不忙不乱 校公问道 前辈 阅读鬼谷子 后生揣测 不速之刻 是为鬼谷子而来 敢问前辈 可是鬼谷子高足 公子对鬼谷子一门 有何高见啊 当今诸子百家 后生只略知皮毛 闻听鬼谷神声 深不可测 藏在楚国天门山洞中 受徒 他的弟子都很神秘 入室者 后生只听说 有庞涓孙并 对孙并 知之甚少 不敢妄加评论 为国上将军 庞涓 多有不敢称道处 鬼谷子究竟 智和学问 后生更是一无所知 尚请前辈指教 鬼谷子 大海汪洋也 难以尽数 既以门人学生论 也是人各一学 且互不相识 其间难免 鱼龙混杂 人各一学 秦孝公惊讶地看着老人 世间有这等渊博其人 孔夫子学生几乎都是一个味道 鬼谷子不同 学生每人皆是一家之精华 世人所知的庞涓孙并是兵家 即将出山的苏秦张仪是纵横家 更有法家 阴阳家 道家 许多学生尚不为世人所知 这些学生都是鬼谷子 踏遍天下寻觅的天赋之才 所知和学 先生根据其性情志趣意志天赋确定 且都是单独或同门传授 非同门学问者从不相通 鬼谷子究竟有多少弟子 大约永远没有人知晓了 那如此说来 鬼谷子没有自己的学问 天下去无鬼学一门 然则 鬼谷子改制了每一门学问 鬼谷子的法家 迥然不同于理亏甚道 身不害 兵家亦迥然不同于孙武武起 何以如此 皆因鬼谷子向每个学生渗透了一种求时求变 特立独行的创新魂魄 每至一学必出新果 此点将在最为特异的法家纵横家中得以光大 这大约就是鬼谷子的学问 哦 鬼谷子天下第一高人也 秦孙功 秦孟功不禁悠然神亡 老人绿着白须幽幽道 老夫所致 皆因与鬼谷子门渊源极深 然则 老夫又算不得鬼谷子门人 老夫天性殊胆 对入室之学无法修制极致 只有追随先生奔波事务 若是专精之学 岂能知晓无关之事啊 校公默然沉思 有请道 敢问前辈 对方才刺客何以不解到官府至罪 以求根绝后患 却反将他放走 人间万事 官府能管几多呀 老夫云游四海 动辄告官 多有不便 方才刺客并非劫财盗物 已在此输也 且又未遂 告官何用啊 前辈律师旷达 后生受益肥浅 今日本当请教前辈一件大事 奈何夜色将近 来日 后生将郑重拜访请教 万望前辈修要推脱 老人既不问何事 也不加推辞 点头笑道 有缘者 忠当相聚 大门外 清晰地传来 咔嚓咔嚓地踏雪之声 白少女 玄奇 笑道 大副 又有客人来了 秦校公笑着说 小妹 这是我的朋友 前辈 后生告辞 走到院中 天色微微发白 大雪依旧纷纷扬扬 玄奇在身后笑道 别急 还有剑呢 抱着长剑 跑到院中递给校公 灿烂一笑 还算剑士呢 起身忘剑 没有剑士 戒心 不够隔夜 三人在大雪中 一片笑声 校公拱手道 请我出门 我自来自去 拉开院门 又回身关好 便听踏雪之声 渐渐远去 玄奇笑问 大副 这就是人说的 不速之客 我在安逸 曾遇一个奇才 今日又遇一个 半年两遇 非同寻常也 看来 秦国要有事了 玄奇笑道 我看呐 大副要有事了 一边顽皮地 比划着客人的样子 板着脸道 来日郑重拜访 相求 万望前辈 莫要推托 老人一时大笑起来 三天后 大雪烧盾 岳阳城还埋在雪中 按照警戒意思 最好等两天 再去拜访那位老人 他已经查清 老人住处明武玄庄 秦孝公很是着急 认为不能拖延 于是 午后时分 孝公井间一行 踏着陷入膝盖的深雪 来到那条小巷 到得门前 只见大雪封门 毫无铲雪 扫雪的痕迹 秦孝公心中一凉 哎呀 莫非老人又走了 井间上前 轻轻叩门有请 粗俭的木门 枝压开了半边 一个少女探出头来 正想问话 却见孝公 在后相跟 惊喜之情 油然而生 脱口笑道 哎呀 望见视野 快快请进 孝公素来庄重 却被玄其这 滑脱出来的俏皮称谓 引得笑了出来 如果那口剑不拿 就成了不拿剑客 我就整日来取剑了 少女灿烂一笑 侧身开门让进了客人 转身向屋内叫道 大副大副 望见公子到了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孝公这才注意到 玄其背着一口短剑 外穿一件白羊皮长袍 紧身竖装 好像要出门远行的样子 心中不禁意紧 这些东西是不禁意紧的 证明 dalla 感谢观看